去灯游 河流湖泊中以寄托心中的愿望和祝福 那在新冠疫情受控的情况之下 泰国政府今年允许民众举办水灯节活动 不过呢禁止燃放烟火禁止放孔明灯等等 那相信气氛会变得比较平淡 预计今年水灯节的消费流动性将会创十年新低 泰国的一份研究显示 51.6%的消费者有放水灯的计划 但是呢有31.1%的民众是选择不放水灯的 原因包括了有私事要处理 担心冠病疫情 没有收入减少支出等等 那无论如何泰国首都曼谷自然就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放水灯地点 今年还特别安排了31个的活动点 其中位于邵批椰河河河畔的闲罗天地 Iconsium从17号到28号都会有盛大的水灯节活动 包括了会推出各式各样的特价商品和美食优惠 活动除了融合青麦素可泰夜宫离翼和达府的水灯节传统文化之外 更落实环保的政策采用天然材料进行水灯制作 那其实呢在环保的主题下 线上放水灯也成为了新的时尚哦 柬埔寨也有庆祝水灯节 不过这个节日在当地称为送水节 而且呢活动也开始变得本土化了 包括会举行热闹的龙舟赛 以往这一天就会有来自全国上万名的选手去到金边参赛 并且会吸引数十万名的民众观赛 无论如何疫情的关系 柬埔寨政府证实 今年会取消送水节活动 不会举办龙舟赛了 这也不是第一次当局取消送水节活动 去年是因为疫情取消 而在2011年到2013年也因为洪水和西哈努克国富世事而取消 再来在2015年也因为河水水位低 而同样取消了送水节活动 好了再来带你看令人嘖嘖称奇的水果 爪哇蓝色香蕉 Blue Java Banana 其实呢这也不是新品种的水果了 只是凭借着网络的力量 这香蕉的模样最近又被媒体报道而再次受到关注 爪哇蓝色香蕉跟我们一般看到的香蕉外皮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过呢颜色却大大不同 香蕉的皮不是黄色的 而是Tiffany蓝绿色 而且呢口感很绵密 像是在吃冰淇淋 所以呢很多人都对他嘖嘖称奇 并且给了他香蕉界Hagendaes的美称 那在果肉方面 爪哇蓝色香蕉的果肉颜色也是米白色的 不过呢会有少数是出现偏蓝色 这品种的香蕉树高大约是4.5到6公尺 不仅能够在零下七度极度寒冷的环境生长 还能够抵抗强风 那顾名思义爪哇蓝色香蕉的原产地就是在东南亚 但是因为出产之后广受欢迎 所以呢也被引进澳洲北部和夏威夷大量生产 所以现在呢在其他的国家地区 也有Blue Java Banana的踪迹哦 918聚焦东盟的去东游 为你更新的新闻就到这里